今天萬聖節,麥記出了新包,叫番茄蛋豬扒包 麥記出了新包也是福利的 這次會不會被它嚇倒呢? 包到我們手上了,究竟是怎樣? 很緊張 開包 但已經聞到很香的茄汁焗豆了 一見開的時候 有茄汁味嗎? 都香的 包都很大,跟一般的魚柳包相差很遠 看見表面有白色、黃色的類似粉末的食材 開了後,有洋蔥 還有呢 很奇怪 就不太覺得有三色豆 茄汁就有了,三色豆就好像不成 有,有粒粟米 有粒粟米 好,我們現在就試試切開 包和照片相差很遠 這些先吃 但它的豬扒很厚 看完,吃完之後 給我看,其實是挺厚的 可能是好吃的 試一下味道 我吃到茄汁味 和豬扒 其他就沒有味道了 感覺就是在那間快餐店的焗豬扒飯的豬扒 味道一模一樣 而且不是佛豬扒也挺好吃的 不脆 但不脆,其實它的味道是挺好的 不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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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豬扒也好 剛才吃完麥忌的番茄蛋豬扒包 我寧願給貴一點 去茶餐廳吃一個焗豬扒飯 酒飯也好 我也會這樣選擇 它這個包是完全沒有三色豆 除了粒粟米 是粒黃色粟米 但廣告照片上 看到包其實有很多三色豆 都有一點點失望 都算是一個服 以它一個接近三十元的價錢來說 所以萬聖節 就當魚人節算吧 過算算吧 大家 就是這樣 拜拜 除了出了那個包 其實還有一個黑糯米扒 我就試一下 OK 這挺甜的 我沒有看過那種黏的感覺 但是挺甜的 紫米露的味道 對呀 會不會甜了一點 我覺得還可以 很強